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新一期上线了 咔咔咔又抢占一批热搜 30个女明星随便拎哪个出来都是一长串的故事 这次被关注度最高的就是黄胜一和刘云了 上一期张雨琪和王立坤非要换别人的位置的时候 他们俩莫名其妙的去帮枪 就被吐槽是抗他人之楷贼反人 这次分组练习 团队比拼 比赛进入到团队协作的部分 他们太自私自我了 不尊重人的毛病就更加的凸显了 这次比赛是姐姐们各自组团之后的初评集 三小时磨合之后演唱所选的歌曲 评委会根据各组的表现决定他们的出场顺序 姐姐们很多都是演员 音乐实力是参差不齐 第一次磨合练习便会发生很多的故事 相对来说 其他五组的氛围都不错 迅速的分完了每个人要负责的歌词 在队内的专业歌手的帮助之下开始练习 一能镜尤其使人产生好感 组里的另外两个王志和王立坤 都是垫底选手 歌唱实力极大 他就一句一句一个音一个音的教他们 最后呈现效果非常不错 唯独Everybody这个七人组 简直是集齐了节目里边所有的刺头和老大男 黄胜一是距离集团傅董杨子的老婆 刘云是中国著名杨国歌手振军的老婆 两个少奶奶的人设锁定了 张萌是药客传媒老板娘 业内的资深制片人 大姐大的人设锁定了 张雨琪是19岁就开始演郁姐的一线女演员 性格火爆虎妞人设也锁定了 无心子有多说吧 快本常驻引擎人 剩下的就只有叮当和许飞两个专业歌手了 其中许飞偏创作型 叮当就实力唱将了 所以一开始 刘云毫无疑问 就被推举成为了Everybody的组队长 这里刘云对于叮当的态度 还是很能说明问题的 刘云是电视艺人 但是她老公正军 一个对于华语乐坛来说不能不提的人物 自然就耳濡目染的知道 叮当在歌手圈的风平和实力了 所以一开始 刘云还会听听叮当的看法 问她这首歌难不难 遗憾的是 刘云是属于没有自己立场的人 哪边人多我就多说两句 王好了说那这叫霍悉尼 坏了说那这就是脚屎购嘛 而黄胜云呢 她无疑就是这里边最大的老鼠屎 出过几张专辑 开口唱过歌 再加上初评级舞台的好评 她从一开始 就已经自以为是的忽略了实力歌手的存在 一上来就挑战叮当作为队长的权威 争夺卦语权 叮当说我们先分词 从第一句开始 黄胜云立马的就插开了话题说 我觉得后面这句比较重要啊 刘云复义给黄胜云当捧梗 叮当试图拉回话题 我们要么不先把前面这一部分给分完了吧 后面就会更加顺畅一点 黄胜云是再度反驳 我觉得后面更重要 你觉得 你这么能 你咋不当队长吗 首先呢 黄胜云这不是和叮当商量 他每一句话都是肯定的和指挥的语气 其次 希望所有人都记得 说话的时候 不要拿笔指人 尤其就是对前辈 更搞笑的是 他说要把他觉得后面更重要的部分留给叮当来唱 因为叮当实力强 声音好 如何如何 可是他自己却突然戏精附体 自顾自的开始炫技了 说实话 他唱的真的很一般 唱法呢 也是非常老派的 张云琦 注意力被黄胜云拐走了 叮当刚组织起来的氛围啊 又溃败了 全员开始跑片 表演的 笑的 闹的 还有坐一边看戏的 叮当企图说话 但是又被打断了 到后面 大家都想抢自己喜欢的歌词部分 吵吵闹闹 各输几件 更没有人理会叮当队长的意思 看着乱作一团的队员们 叮当都快要崩溃了 在成年人的世界里 有个铁律 叫做事不过三 尤其是在社交场合当中 如果三次的主动社交 对方都给你否定和忽视的答案 那么挫败感 何想而知 尤其啊 叮当在自己的圈子里 也是优秀的人 被赶鸭子上架当了组长 还要上赶着挨个的哄挨个的劝 提供保姆级的服务 那是不可能的 黄胜一又开始了 张雨琪作为完全没有唱歌经验 等着被人安排的小白求助式的发问 你给我分配到哪一句啊 到现在 黄胜一篡拳成功 直接的就跟张雨琪说 你就唱哪句哪句吧 这拆台意味啊 已经很明显了 于是叮当 沉默了 这还没完啊 分词分的乱糟糟 终于要到大家正式合唱的时候 黄胜一铺了瑜伽店做运动去了 神奇吧 不可思议吧 这个行为我就大胆开麦了 真的很没素质 忘了各位姐姐周知啊 我们想看到的姐姐 是脱离了心理和生理的叛逆 幼稚之后变得坚韧 豁达和从容的 因为你们有更多的阅历 更大的能量 以及更宽广的视野 来影响到大家 所以我们才叫你们一声姐姐 但是如果你们也是 仅仅通过自己的强势 去单纯的抢夺镜头 以及更加幼稚和不专业的态度 来对待工作的话 精致力气 毫无素质 那对不起啊 这声姐姐 你们还是站不起的 练习唱歌的三个小时 黄胜一这一组啊 几乎是全浪费在分词上了 最后好不容易分到 每个人都满意了 距离表演呢 就已经只剩下十分钟了 然后刘云又开始当脚屎棍了 其实我们所有人都要听你的 哦 你现在知道了 早干嘛去了 这个时候 黄胜一说出了节目以来 他最令人讨厌的话之一 看到这里 我真的全头都硬了 整个准备的过程当中 黄胜一完全把 精致力气主义 体现的淋漓尽致 表现也表现了 目的也达到了 存在感也拉满了 把叮当也气个半死了 最后还以这种 非常刻薄和假惺惺的口吻 让叮当在十分钟之内 初始化重来 就为了给自己立一个 好说话好沟通的人设吗 简直了 分分钟梦回大学小组的作业现场 拿这样的状态去比赛 结果是自然惨烈了 测评的时候 艾瑞巴迪这一组的表现 基本可以在 总共六组成员里边 是垫底的 阴准整个都是飘的 连最起码的整齐都做不到 闹成这样 是因为实力女歌手 在团队当中容易不合群吗 不是的 黄琳在他们团队当中 也是担当了 更多的高音任务的专业的歌手 但是队员们都愿意相信他 尊重他 他只会感觉到温暖和被需要 但是丁当在艾瑞巴迪的组队里边 更多的就是会被队员当作是一个公主人 不尊重他的想法 总之有难唱的高音就丢给丁当就对了 仿佛谁都可以对他指手画脚 可是问题是 唱得最响的这些人都不是专业歌手 要求都是想当然 典型的外行指导内行 丁当当然会觉得不高兴了 但是个个都自以为是的 一开口就是命令 丁当完全就没有话语权 最后丁当只能够沉默了 局面也是越来越拧巴 那是因为个性强的选手不适合在同一个团队吗 也不是 宁静个性比黄胜衣等人都要强得多 同样个性超强的阿朵又跟他一对 他们这个团队进展就非常顺利 表演效果就很好 因为他们彼此都会照顾到对方的感受 所作所为 都是在为整个团的发展来考虑的 而不是单单的为了自己 宁静一开始 多嫌弃节目组提供的练功夫 但是为了表演时候的整体效果 主动的要求换上一致的服装 配合队友表演 就很可爱 个性强不等同于说自私自我 女团想要出彩 那么更重要的其实就是彼此协作的团困了 当然最窒息的还在后面 终于认清现实之后 大家开始甩播了 张雨琪说 叮当什么都明白 但是不爱说话 刘云又开始获西米 这里刘云接察说 你不说话他就说话了 黄胜一说 你别说了 你让他说 发脏的口气吧 替叮当说话的口气吧 把自己给摘得干干净净的语气 不愧是姐姐 甩锅都甩得比一般人有水平 姐姐这个综艺呢 也算是全方位的给我们展现的职场文化里边 会遇到的各类人性 或许面对于这种使人窒息类的人群 黄晓明这样的沟通方式才更有用吧 最后中心地祝福大家的职场里边 都不会遇到黄胜一们 吃瓜不停娱乐不断 感谢大家关注缤纷娱乐秀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频道的话 那么请给出您宝贵的赞 并且记得订阅我们的同时 不要忘记了点亮订阅右边的小铃铛 这样你就可以在第一时间 收到我们的频道内容啦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拜拜